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被上了身 竟然泪流满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往生的妈妈就附身在陈小姐身上吗 而为什么一张停车单 让原本没有鬼神论的姐姐 竟然改变了想法到底发生了什么 另外一位住在彰化的曾小姐 她是单亲妈妈 工作忙碌之余还要照顾小孩 有一天她突然觉得自己的被刺痛 好像有什么尖锐的东西一直刺着她 让她是痛得受不了 于是她求助医生甚至推拿 但事后还是很痛 有一天一位朋友看到曾小姐的状况 觉得不对劲 朋友怀疑她有可能被人下了法术 而通灵老师就在曾小姐的身上 似乎看到了灵界朋友在作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另外老师明明看到走过来的女子 是一名孕妇 怎么一到眼前孕妇不见了 她看到的究竟是谁呢 请看资深记者邱玲 王瑞璋的追踪报道 你们这些老灵魂不应该用你们的角度 这样看平面 我只是觉得是对的吗 就像被冲住一样 来的目的是什么 她的胸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像 红红的点有人影的时候 我靠近她那个鬼就顺便的生气尖叫 然后她就这样 当她在说话 她不知道她被这个鬼附身 不知道你什么事了 没事 一命女子运势低落 想请通灵老师看看怎么回事 没有想到就在催眠的过程当中 女子像是变了一个人 原来她的身体里头住了一位不知名的灵魂 客户走进来 我明明看到 你是个孕妇啊 可是坐下来 为什么肚子不见了 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我就发现 刚刚我看到那个鬼 竟然可以像人一样的出现 那我就会告诉她说 其实你刚刚站在那里 我看到你是一个孕妇 她说没有 我没有怀孕什么的 那我说是 你没有怀孕 可是我真的看到一个孕妇站在我门口 然后现在在这里完全消失不见 闭着眼睛 不要抢这个人的身体了 你是谁啊 我知道你很可怜 我知道你大肚子被车撞死 你开车撞死了 你很可怜 可是也不能因为 她去台中东海大学读书 你跟着她干嘛呢 老师试着让女子稳定情绪 但女子不停地哭泣 老师的脸色更加沉重 顿时气氛有点不太寻常 这是你吗 你是吗 闭上眼睛 然后第二次 我又告诉她说 那她应该离开 然后那个鬼就很生气 她就这样整个对我很凶这样 不要以为你凶我就怕你了 多穷 多穷还不是个鬼 同龄老师说 借助别人身体的这一个灵魂 是一名孕妇 几年前她因为一场车祸不幸身亡 而被催眠的女子 也曾经在同一个地点发生事故 然而这位孕妇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 她借助女子的身体 而且一处就是好几年 这里都没有碰到对 对 继续跟她讲 请她离开你的身体 请你离开我的身体 好好地想把它放在身上 事后老师把女子尖叫的画面 拿给她看 当事人自己都吓了一跳 那我就把那个霜直播拿给她看 她说这不是我 我说这刚刚我直播的玻尼 真的不是我 我不是长这样的 当事人还会一直跟我说 她不是长这样的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透过通灵 有可能是释放身心压力的一种方法 或许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应该说大部分都是想象 那这个情况就是 她会处于梦幻的那个感觉 那这个时候你说 在梦里面要产生什么东西 是很容易的 不过话说回来 人是情感的动物 亲人突然往生 没有留下枝字片语 阴阳两格徒流遗憾 这时候很多人都会求助通灵老师 因为他们自称灵异体质 可以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形体 一如这一位通灵老师高薛灵机 她说从小她就是别人眼中的怪胎 离开她的身体 不要再纠缠她 不要让她开着车 莫名其妙快要出车祸 我们都觉得她怪怪 我们说发呆发呆 就是她那个扁档在家里 然后在他们家门口 回来回去这样 都跟我说你看到模型啊 我很害怕 我说哦 因为我不知道她看不看不到 她的世界和别人不一样 她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形体 这一天一位来自台中的陈小姐 她想透过通灵老师 在看她意外过世的妈妈说说话 然后妈妈是在吉雷岛那边过世 有想要请老师帮忙 蛮想知道说她走得那么多 你可以哭 对 你可以哭 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就在老师跟陈小姐沟通的时候 突然间 很受伤的 对 你有突然听到我们那个门 蹦一声 其实是妈妈就说她非常的生气 然后你看到她的身体 因为妈妈现在非常生气了 所以她的身体就开始红了出来 陈妈妈为什么这么生气 原来十年前她和丈夫到澎湖 参加三日游 55名团员一起到吉倍参加水上活动 当时她还自费去挑战高空拖曳伞 没有想到拖曳伞才刚刚飞上晴空 陈妈妈妈就觉得坐定有点不对劲 而且刚飞上晴空就从四十公尺的高空直接坠海 原本乘坐用来固定胯下和臀部的坐垫 整个被拉到了肩胛骨的高度 救生也被拉到了头部 灵气富男只能靠着双手紧紧拉住拖曳伸 来支撑全身的重量 感觉出来那当下她展现出了求生的意念 甚至有人推测她曾经大声的呼叫 但在高四十公尺的天空加上引擎声 根本没有人听得到她的呼叫声 陈妈妈从高空直接坠海 全身多处淤青和肺水腫 经过四个小时抢救 仍旧回天法术 来的时候是全身淤血 皮肤淤血很厉害 那来没有心跳血压慢搏 这是国内第一起乘坐拖曳伞丧命意外 拖曳伞驾驶同时也是业者的郑先生说 当时还有看到妇人在空中 怎么知道一回头拖曳伞还在空中 人却醉害了 不管是设备老旧或是操作不当 才会造成意外发生 对家属来说妈妈走得太突然 没有留下只字片语 陈小姐心痛不已 而这也是为什么她想要透过通灵老师 寻找妈妈的灵魂 你很悲哀 你靠不快 我了解 你不用压抑你的情绪 然后顺着身体 身体见妈妈没有关系 有这个机会 你想要跟你爸爸妈妈说什么 好好好好的养老 不要再这样做 这是一个意外的死亡 然后以她来说的话 妈妈我站也有感受她很好 老师说她看到妈妈进入女儿的身体 原本平静的陈小姐突然变得很激动 紧闭的双眼不停地掉下抖大的泪珠 会哭 然后会叛弃 就是妈妈的情绪 对 妈妈 像她妈妈跟我见面的时候 每次都是眼泪一直流 陈妈妈真的进入女儿身体吗 通灵老师说出了一个 这家人都没有说的秘密 她的这两个心愿是什么 第一个 业者的部分 保险金付没几期就没付了 然后十年来也没有 再来关心你们 那另外就是说 她觉得当时的两个公读生 其实是很受伤的 真的是陈妈妈的亡魂在生气吗 陈小姐的左胸口也在门 突然蹦一声之后 开始出现了疹子 要老师有讲一些事情 然后说妈妈都会骑起来这样子 因为妈妈在整对 陈小姐对老师的翻译深信不疑 但有没有可能是她太想妈妈 或者是一种投射的情绪罢了 我真的分得清楚那是妈妈 陈小姐说自己的感应很强烈 一如她原本铁齿的姐姐 在经过通灵之后的第二天 竟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照以前来讲 就是停车格就是瞒的 那第一个就到了 然后一停就是停好嘛 然后一下课出来看那个停车单 林佩奇一模一样的名字 停车开单人员的名字 竟然跟妈妈的名字一模一样 这是巧合 还是妈妈冥冥之中的保佑呢 就是我妈帮她找的 因为她说 因为妈妈说 她不相信我给你看 她说姐姐当时全身起鸡皮疙瘩 从此之后不再铁齿 不过这种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有可能是过度思念亲人 而产生了一种情绪 有些不排除是心灵作祟 痛 你看 不要以为你们是神菩萨 就可以做这种事 她又不是师父的小善 突然 痛 走 很勇敢 把捕捉弄出去就好 走 住在彰化的曾小姐 是一名单亲妈妈 她身兼素质 美容美髮社区营造 她通通一手包 为的就是要多赚一点钱养家 有一天工作的时候 她突然觉得背负好痛好痛 我没有想太多 我只是觉得说 为什么会突然痛 而且这么痛 是身体出了问题吗 看了医生找了推拿师 痛楚稍稍舒缓 但没有多久又发作了 有一天一位担任神明代言人的朋友 告诉他 你的状况似乎不太单纯 然后我没有办法去形容那个感觉 就那时候真的很痛 对 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 我好痛 我好痛 然后他就说 我回去我再帮你处理 然后他怎么帮我揉 帮我按 其实我都很痛 而且就只通那一个点 这边吗 对 这边 是喔 对 怎么这样不太对劲 我觉得这不太正常 我看一下 这我现在没办法处理 我觉得 你有一些问题 需要特别的处理 听朋友这么一说 曾小姐其实一头雾水 她心想我怎么了吗 突然间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难道一切都是谣言惹的祸 就是误传 我是别人的小三等等 可是实际上 真的没有啊 那我们接触就是仅止于工作 如果说停车的话 你要怎么吃起来 停车的部分 其实他们因为都是在地人 讲一下就好了 就是听到那么多 你其实会很受伤 因为我们没有做这种事 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流言蜚语 原来曾小姐接下来某社区营造的工作 而长期跟她工作的伙伴 是一名已婚男子 或许是两人朝夕相处 渐渐的不断有闲言闲语冒出来 但曾小姐的态度就是行的正 她才不在乎什么流言蜚语 亲者自亲 曾小姐想要用时间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每天忙于工作完全不理会 但奇怪的是 她的身体渐渐出现了刺痛 一天比一天还要痛 朋友的一番话 让曾小姐惊觉不对劲了 对啊 对啊 她就拿声啊 然后有拿那个旗子 然后帮我就是 类似做小姐的一个动作 就是收紧的一个动作 难道真的有人 对曾小姐动了手脚吗 我们民间俗称就像扎小人啊 这种 把你的生辰年月日写下 甚至你不知道小三生辰年月日也可以 你在小三经过的地方 例如说我们她今天经过的地方 她脚踩过的土地 你把它挖一点点起来 这个就可以拿来做法 衍生之术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法术是真的说 今天我讨厌这个人 我非常痛恨这个人 你是我的仇人的话 他也可以做法 就是让这个人家破人亡 或者让这个人全身死 就开始变痛不断这样 民间流传的除了法术之外 也有下符咒 曾小姐不愿相信 有人对她动手脚 但身体的刺痛却是骗不了人 坐在我面前 我看到就是这个人 其实会越来心情越不好 然后她的背有一把刀插着她 那这把刀插着她 其实跟那种宗教 好像断桃花有关系这样子 然后她可能会常常说 我这里不舒服啊 然后头痛睡不好 你现在既然回到那个过去 你一定可以看见 你的背怎么了 就觉得有一把刀就吃在那里 然后就我很痛 从灵水的角度 老师说在她的身上 看到了诡异现象 一直感觉她的灯 这样 然后我就忽视她的眼神 好比说她的腰 我看到有一只螃蟹抓着她 要我挥拽 痛 犯鬼 身材不会这样害人 对不对 身材不会是那的人 对不对 走 她说你会不会想吐 她说会 快点走 去厕所吐 然后她就说 她就叫我骂那些老灵魂 就是因为误会我是别人的小三 然后就叫他们滚出我的身体 然后我才知道就是说 你觉得你感受到你身体有什么 出去 不要躲在这里 老师有跟我讲说 那你还看到了什么 我才发现说原来我有时候 左腰会痠 怎么好像有一只螃蟹在那里 然后就有浮现了一些画面 这样子 让这种无形的力量困住了这个小三 所以在我的角度看 她就有点是下咒或是被下伏 愿意走的那一刹那 所谓的被无愧的是小三 就把那些伏的力量 跟这个螃蟹精的力量要吐出去 她梦里其他喉咙很痒 就去我们家厕所 就一直呕吐 呕吐 呕吐 然后吐出那种痰 好像是狗狗或狼的突行 还有血水 她说吐完之后精神变好了 如刀刺的背痛已经完全消失 虽然神鬼传说没有科学根据 但是命理老师说 千万不要找人乱下符咒 或者是法术 以免惹祸上升 住在南投的陈小姐就是悟性神问 导致自己的妈妈婴儿丧命 陈小姐满怀伤心跟歉意 希望透过老师的帮忙寻找妈妈的灵魂 让做女儿的可以亲口跟妈妈说一声 对不起 谈到自己往生的妈妈 陈小姐忍不住痛哭失声 要送医院 她说我妈妈是装食 叫我们人工呼吸 我们三个小孩 人工呼吸 我人工呼吸的时候 一边呼吸一边哭 当人们陷入无助的时候 几乎也会失去理智 任人摆布 要帮她转 还帮她转 还帮我转 很多人 要让妈妈好 让这个家庭好 然后就把她带到他们家的楼上的火堂 然后那些工作人员就绕着她一圈 然后这阿嬷就站中间 然后这些人就跟她推来推去 叫她一直要转一直要转 然后就说这样才会零疗 然后会让他们好运 所谓的神的代言人 叫他们家的三个孩子说要打妈妈 那其实女儿有的害怕就走了嘛 那有的打不下去也走了 可是这些人就一直让她 一直转一直转 头就撞到那个门框 然后其实脑部就出血 上去那个医院啊 那个医生就说 那个已经没办法了 救起来也是植物人 陈小姐自认愚蠢 悟性神棍 当时她还把神棍化的符咒 放在家里头 结果运势没有变好 反而害得她家破人亡 我先跟你妈道歉 真的吗 因为你们真的要理由 可以相信人家去打妈妈 然后为什么让她乱转 好 没有错 没有 都已经没卖过了 叫我 要生我妈 我不敢 她说你不生 你妈 你不希望你们家好吗 她是说 你好心不够了 你不希望你们也好吗 这样 你不希望你们身体好 你不希望你们站起来吗 这样 那我想说 妈妈 我是问你好的 可是我打下去的时候说 妈妈 我只要了 摸地下说 没有打到 然后点下 她这样子 我就下去楼下了 陈小姐一直没有机会 跟妈妈道歉 她求助老师 想要告诉妈妈 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依我的角度 我会觉得 我能够安慰阿嬤的就是 阿嬤要放下 因为她真的就是被害死了 阿嬤要摇摩鬼鬼 不再给人 摸到死 又说死是你们 怕你是谁害的 所以人不要迷信 很用力的看 三 闭三眼睛 注意力要在你的肚子 一个人心灵空虚无助的时候 特别想要求助神鬼的力量 如果透过通灵或者催眠 可以让人心灵 获得抚慰 或者是弥补心中的遗憾 无可厚非 只不过这一种 医学跟科学 没有办法证实的现象 最好还是要用平常心去看待 我看到了 我是从别的角度看到 不是我自己的角度 那医学上 当然是无可解释 我们总是觉得 你可能不要太相信这些东西 因为都没办法证实 欢迎回来 天下事无奇不有 有人拜石头 拜树头 但是你有听过拜乞丐的吗 台北市内湖大湖公园旁边 有两座庙 一座是土地公 另外一座是老公子 而老公子里头没有神像 只放了一个神主牌 传说这个牌位的主人 是一名老乞丐 但是为什么要拜乞丐呢 原来清代的时候 这里发生了一件 必俗的活灵祭 也就是用活人祭水神 开水路 而这一位乞丐就是 当年祭水神的贡品 传说为了纪念这一位 期待的牺牲奉献 当地人为他盖了一座庙 希望可以庇佑居民 但非常奇怪的是 大湖公园光是2017年 一连发生了好几起的意外事件 而且是以女性居多 有人就怀疑 亲生事件或者是意外溺水 会不会跟老公子有关系呢 传说老公子的牌位 已经被当地的好兄弟入侵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继续是资深记者邱琳 王瑞璋的追踪报道 快点内湖只有这边 快点 那个慈禁内湖 对面有人要跳下去 快点 有人在这个地方去投河 那其实这个地方 以前就非常的阴 不要这样 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了 放开我 2017年7月 大湖派出所的园警正在巡逻 突然看到一名穿着黄色上衣的女子 坐在大湖公园的护栏上头 圆景直觉不太对劲 上前劝说女子 没想到黄衣女子情绪激动 圆景立刻抓住女子 防止她寻短 旁边路人见状 也赶紧跑来帮忙 帮忙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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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起来 拉起来 先上来 先上来又说 我朋友 黄衣女子情绪不稳 不断啜气 圆景跟路人 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从护栏的另一边 将她拉了回来 原来这名女子情绪低落 想要跳湖轻声 还好圆景及时拉她一把 也阻止了一场汗事发生 大湖公园轻声意外 时有所闻 这究竟怎么回事 命令老师说 这里风水其实还不错 既然不是风水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美丽的湖畔 常有人轻声 有人怀疑 难道跟附近的这座老公寺有关 老公寺里面的这个牌位 祭拜的究竟是谁 如果牌位真的如老师所言 已经被当地的外邻入侵 那么意外事件发生 有可能是好兄弟在作怪吗 究竟是无形的灵界作怪 或者只是单纯的意外溺水 早年曾经传说 有人在大湖公园 遇到不可思议的灵异怪象 以前早期就有很多人讲说 他在这边运动啊 对不对 那晚上骑脚踏进去 那大湖公园才多大 他自行车骑进去之后 竟然三个小时 在里面绕不出来 而且他很奇怪的是 他在这边骑骑骑 每骑到一段时间的话 他就看到一个 刚才有一个人 站在那边 而且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人又被他遇到 他都觉得好奇怪 说我一直骑着 一直骑着 这久有什么了 一直看到这些人 对不对 人家就讲说 这是不是所谓的鬼打墙 还是说有一些灵界的朋友 故意把它限制在这个地方 大湖公园 灵异传说实有所闻 不过最骇人听闻的 莫过于早期的传说 活灵记 清早假庆之前 这边在兴建水利工程 但是水利工程 一直都很不顺利 但是他们又有 如其王公的压力 当时就跟这个 等于像公头 建议说我们要活人祭祀 但问题来了 有哪一个活人 愿意被当成祭品呢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想到一个方法 因为那个时候 万华 就是蒙甲那个地方 有些所谓的启喳寮 启喳寮 就是那个地方有很多乞丐 聚集在这边 那么找一个年老的啊 对不对 体弱多病的啊 对没有家里面的人的那种乞丐 我们请他来好了 那请他来说 好好地修改他 对不对 好 来来来 住一阵时间之后啊 就愣着在祭祀堂寺 就把这个老乞丐 就直接把他丢到那里面 直接弄下去 那丢下去之后 你总要给他一个 一个祭祀吧 因为否则的话 你怨灵在这个里面的话 灵灰作祟 于是当地人 就在这座服幼宫 也就是土地公庙的旁边 建造了这座老公寺 纪念这位牺牲生命的奉献者 不过里头没有神像 只有一个牌位 因为我们旁边有土地公庙 那随时假设土地公有什么事情 可以拆遣他去办 他借此来作为自己 行善机的一个资粮 那后来接下来 他如果说有在头戴的话 可以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 老公寺里头 虽然只有一个牌位 但据说拜的人 可不少 有一个人是做当骨的 好像一个七八百万 要不回来 这个人都晚上 在十一要点才来拜 也不知道跟他什么请求 后来他们钱拿来 就到 他到门拜老公寺 朱先生曾经担任过 老公寺管委会人员 他说老乞丐确实帮助过民众 梦想成真 但是活人祭祀是一种落后的方法 尤其在古老的年代 却深信用活人当祭品才能表达最高的诚意 人是最高尚的东西啊 你不可能一般的动物嘛 动物的话就表示说 那是比较刺一等 那用人来献祭我是最高的敬意 人们认为说要贿赂他所不知道的神灵的时候 献出他最珍贵的那当然就是人的生命 然而在农村部落里头 这种祭祀的风俗普遍存在 白白牺牲一个活人的生命 真的能达到庇佑村民的效果吗 其实不然 中国民间传说里头 何博取妻 就是破除活人祭祀的迷信习俗 推到河里面去 据说在战国初期 魏国夜宪 来了一位新的县令 名叫西门鲍 他很关心人民的生活 经常到各地巡视 有一天他经过一些民宅 里头不断地传来哭泣声 太守大人 我爹娘不敢直言相告 可是我明天死气一到 我什么也不怕了 死气一到 什么意思 我们这里的规矩 每年都要挑选一个女孩子投到张河里去 说是给何博取妻 不然何博就要发怒 张河就会泛滥成灾 原来夜宪有个不好的习俗 就是拿活人当贡品 祭水神 当时在盖的时候 在疏通的时候 死了很多人 他每次只要泛滥 造成这个地方很多人死亡 那大家就想到说是何博 三神已经在生气 对不对 所以他每年都讲说 我们要筹一些地方上的钱 找何博取妻 就是献一个女孩子 未婚的女孩子 年轻的女孩子 就把她投到河里面去 明天就是何博取妻的日子 我女儿就要给她们 投到张河里面去了 大人救救我女儿吧 夜宪在当时 因为水利设施不够完善 所以每一年的雨季 就会造成河水泛滥 常常夺去村民的生命和财产 这也让村民心生恐惧 不过住在夜县的一位女巫 知道这种情况 却很高兴 因为这可是她弄钱的大好机会 珠婆她们三个勾结起来 每年都要办一场何博取妻 就是因为何博生气 我们要送一个女孩子下去 然后让她娶这个女孩子 那我们要准备很多的礼物啊 或者是好酒好菜 还要很大 准备大量的金钱 然后送这个女孩子去当嫁妆 每一年都这样 里面当地的百姓是苦不堪言 新闻今日是何博大喜之日 本派手专程前来 新闻报一天心里有数 这一天又是何博取妻的日子 暗上挤满了观看的民众 新闻报早就来到现场 等到新闻报来的时候 他亲自主持这一场祭典 他知道这其实是一场骗局 新娘呢 是不是有老大巫 把何博的新娘带过来 让本派手看一看呢 新闻报故意 叫被选做新娘的女孩 来到面前 他左看右看 而这个可怜的女孩 因为要当何博的新娘 早已经哭得两眼红肿 就在这个时候 新闻报直摇头 他对女巫说了这句话 这个女子长得太一般了 配不上何博呀 只能犯请大巫 为我到何博那去走一趟 你去告诉何博 就说我太守请你转告 我重新为她寻找绝色美女 改日给她送下和曲 你就到河里去走一趟吧 太守 我 我 我不 来人哪 哎 送大巫下河 手下把女巫丢到汹涌的河水中 女巫哭喊着救命声 没多久就沉了下去 大伙等了老半天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时候新闻报又对长老说 长老大呼小叫 新闻报根本不理 站在旁边的几位官员害怕下一个远到自己 早已经吓得脸色惨白 纷纷求饶 从此之后没有人再敢提出合伯取妻的事 而且在新闻报的规划之下 大力兴建各种雪莉设施 河水从此不再泛滥成灾 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有用的 大家只是因为害怕 受到这些人的蛊惑 才做这些愚蠢的事情 用活人祭祀不见得会达到如期的效果 说穿了这不过是一种迷信 又不闻名的习俗罢了 欢迎回来 虽然说音庙不要乱拜 但是就是有人天不怕地不怕 胆子大到去偷好兄弟的香油钱 结果搞得自己差一点连命都没了 彰化甜尾有一座香火鼎盛的百扇子 一天晚上一个男孩子鬼鬼祟祟走进庙里头 他看四下无人走到了功德香前面 偷走了民众贡献的香油钱 男子以为只要他不讲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想到就在他偷香油钱之后 整个人的性格完全变了样 虽是是一件一件地找上他 难道真的是好兄弟在惩罚他吗 另外一名男子因为台风吹毁自己多年养花事业 导致负债上千万 朋友建议他去音庙求财 没有想到愿望还真的成真了 但是男子却把还愿之党事忘得一干二净 这下子可不妙了 因为一天他的小孩自己开车 却无缘无故在车道上被自己的车子碾过 死者父亲一看到警方给他的监视器截图的时候 上面的时间数字让他吓得脸色发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继续是资深记者邱琳 王瑞璋的追踪报道 过去这边应该都是有一些乱葬缸或是那种坟墓 那久了就是有一些是没有煮的 这间香火鼎盛的百善祠就位在彰化田尾 当年附近居民将这些无珠骨骸 集中在这里建立小祠祭拜 当年也因为大家乐时期 值得这一座百善祠香火鼎盛 很多民众都会贡献不少的香油钱 有一天晚上 一个男子鬼鬼祟祟的走进了百善祠 神情慌张 左顾右盼的 他想要干嘛 他当时他的印象说差不多两千多 原来这名胆大抱天的男子 脑筋动到好兄弟身上 竟然跑来偷钱 这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一个夜晚 男子年纪轻缺钱花用 于是跑到无人管理的百善祠偷钱 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这个偷窃行为 也把自己的好运气全都毁了 比较不顺劲 正经也带好 带好 其实都跟外国人 人家有记者 带他带外国人 后来就又禁了 人生不一样 甚至会带好 然后装得很严重 但不会死 是 放下 要吗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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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生做工作 就更不得了损失 贪的钱不够把给你积开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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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丝老师 说话话 偷见男子跟这位薛先生是国中同学 两人从认识开始 薛先生就觉得同学的运气总是不好 有一天两人喝酒聊天 薛先生建议不然找通灵 或是命令老师问问看 没想到电话打过去不得了了 说电话有10个人说到 要去楼上判 我们去楼上拿香 老师叫我说要拿三个香 老师就跟他说了什么 你喝酒水喝到这次要做什么 他说要喝一杯 我说要喝一杯 我说你去你家有生命 拿三个香 三个香拿到外面去找他 或是生命 或是百岁公开室的 因为我看你有帮 想拍八岁公 头剩他很心理 还对他说什么 然后他就整个九行 偷好兄弟香油钱 这是男子深藏心中的秘密 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 就连薛先生也不知情 老师才跟他说 你先把你把八世光淘汰钱 他才向他拆掉 这下子该怎么办才好 如果还钱 真的可以得到好兄弟的谅解吗 男子拉着薛先生 一起到百善词 拔杯求好兄弟原谅 当来行一天的时候 整个把八世光拔杯 求他原谅 你偷人家十块钱 你还是要还十块钱回去 甚至还要加利息 所以对一庙的状况是这样子 一庙不是随便可以去开玩笑的 三番两次的拔杯 就是得不到好兄弟的原谅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在乡乡去想就说 可能是 你的钱还没人 就要求人家团了 人家团了他 然后就 钱先把六香有钱 再加点香拜拜 有很久的杯靠下去看 看他整个人都感觉 去衣服到百善语 完容他了 那时候还没完容他了 穿来拜我感觉 整个皮 那时候夏天 整个皮靠 很冷 很冷 就对了都不用吹冷气 就是他们今天才知道说 曾经那个年轻人来还钱 来道歉 那原来是我这个老师 跟那个年轻人说 他小时候来偷钱这件事 那他们就有真的原谅他 然后也有帮助他 现在很顺遂 传说有印宫或是百姓宫 类似这样的音庙 在民间信仰当中 既会在日落之前 前往音庙祭祀 除非是赌徒求胜 或是祈求名牌数字等等 不过在音庙有所祈求 日后只要心愿达成 绝对不可以忘记 当初对还有兄弟的承诺 没有照你当初许的愿望去的话 通常他一开始的话 就来点气 点醒你 可能说近期之内 有一些雪光之灾 或怎么样 到最后你还是没有去还愿的话 到最后他就夺取你的心 2003年 一起车道意外死亡社会案件 原来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台北市有一个豪宅里面 就一台轿车 突然间 怎么会轿车停在那个车道上 往后退之后把一个高中生 高山的学生压死 就压死在车道上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在车道上 你家里自己的车道 在那边被车子压死 那后来他就把那个监视力武器 车道有那个监视力武器的截图 拿下来拿了两张图 就第一个车子停在那边 第二个是那个高中生被压死 两张截图就拿给那个死者的父亲看 那死者的父亲一看就当场痛哭 这究竟怎么回事 吓头吓死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两张截图上所截取的那个时间 2003 对不对 1103 就11月3号 对不对 后面的时间是22 4147 这是47 第二张截图是22 4148 那他爸爸看到这个就吓到 瞬间 竟然被拉回那一门的台风天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爸爸 他本来家住花坛是做养花 种花的生意 那因为台风来之后 整个花园被打烂了 他负债好几千万 那个时候他就想说 我负债这么多 那怎么办呢 我这辈子等于没有办法翻身 于是朋友建议他不如去一庙拜拜 因为听说一庙求财相当灵验 二话不说 他真的跑去拜了一庙 而且他那时候跟他许愿 他没有很清楚地告诉他说 我要许什么愿 他说你只要能够让我翻身 就是中大奖 乐拓或者是六合仔 中大奖说 让我翻身之后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那天晚上拜完一庙回去之后 他晚上做梦就梦到 突然间脑海里面出现一组数字 110322414748 是不是跟刚才截图的那个一模一样 11月3号 对1103 后面时间224147 就是第一张截图嘛 10点 对41分47秒 那第二张截图是48秒 所以这些号码全部坐在脑上 所以他会看到那两张截图 他吓到 原来这一组数字解救了他的财务危机 但也断送了亲人的生命 他把他负债还完之后 在台北市买了一张豪宅 还来的那一台名车 哪知道那天他儿子 刚卡王驾照还不是很熟悉嘛 对不对 他开车出去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说我东西不去贴 他想要下车去拿东西 哪知道他下车忘记拉手扎车 车子就停在那里 他一下车车子就可以相互滑 他竟然试图用身体去挡车子 所以还会被车子捏过 音庙的众生有他个人的执着 那你犯了他执着的事情 他就会用更严厉的方式回报你 就算悔不当初也弥补不了 造成的伤害 当初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要除了 应该来找我 怎么会去找他的儿子 那说实际上的音庙 哪会管这些 你可能那时候运势正旺的时候 那个音庙的灵 没有办法来找你 所以要找你最自情自爱的人 来报复 这就是民间流传的 音庙绝对不要乱败 虽然说音庙不要乱败 但如果有所求 绝对要记得还愿 否则小心惹祸上身 现在起视路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刘昕彤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